你好,我来面试 米凤侠 米老师 这是我高中班主任吗?咋来就聘 米主播? 下岗带就业 好,那你简历拿来吧 哎呦,我没带 没带什么没写 面试不带简历跟上诞场不带创有什么区别 哎,我这儿有电子板 我先挖脸 行吧 你糊弄鬼呢 哦,怎么了 排版跟上一个面试的一模一样 说吧,你俩谁套谁的 这不是网上下的吗吧 还在网上下 平时你抄好简历就算了 到时候粘上直播间你抄谁的去啊 哎呦,有这么严重吗 那直播间的画数形式不都能借鉴吗 啥也不懂 知道抄袭被抓是什么后果吗 那是要写金黑历史跟你一辈子的呀 啊,来前也没人跟我说互联网这么恐怖啊 算了,算了,你先试播一段 今天咱们讲李白的数到难 基基 你不当著名主播真是可惜了 你这一张嘴被我穿边要都好使了 毕竟几十年的功力呢 这咱公司福利把每周团建一下 不会是休息日团建吧 啥可能啊咱都安排着工作日啊 这么好 比如今天 今天 我看员工不都在那时候嘛 啊,团件老师生病了临时改的室内团件 我就安排他们各自和公一段玩儿子 你当年还真学了这东西了 好吧 下班了能走吗 剩下几个项目都没讲完呢 别着急走 耽误大家几分钟开个会 好嘞 咱们平时都这么下班 又下班不行了 你看现在互联网都转成什么样了 你多播一分钟 你多收一份礼物 你就能干到一操场的主播 我这把老骨头吃不消 还是回家种地吧 现在真是一届比一届差 下一单